哈喽,大家好,我们来看看哈达 哈达 呃 在星期到星期到星期到星期四的时候呢 都是红色 ok 哈喽星期五的时候呢 就是手套 热马 通常手套呢 在星期五的时候都有些表现的啊 很奇怪的 所以星期五的时候呢 他就上升少少一点多percent 新车蜡烛 而且这个新车蜡烛呢 是刚刚好是在二十天的均线上面的哈 你可以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呃 铜马工在顶住了 所以他应该是顶住了啦 啊 锁住了 呃 最重要是说呢 这个这个小小的k线呢 是刚刚好呢 就比这个k线的收盘价更高了 看到吗 回去了 就是说之前呃 他就跑回去 上个星期五的这个 啊 这个k线的形态 的形式 但是也不要高进的那么早啦 你可以看到这个RSI啊 他的这个 呃 他是往下的看到吗 这个往下的 他还没有开始U-turn 啊 但是好事是说 他才是维持在50 一左右啦 50左右呢 才是呃 根据RSI来说呢 是一台是保维持在啊 啊 啊 牛市 然后才是在呃 上市 才是这个形式不错的 少个50就是 熊市啊 这个这个是RSI 他是这样子来分析的 所以他才是呃 他才是50 一左右是往上去OK 但是重点是说他是往下的啊 他的吗 往下的 电头是往下的 呃 他还没有 U-turn回来啊 这个当然不是很好啦 啊 OK 比如说这边就是U-turn回来啦 这边U-turn回来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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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就U-turn嘛 转上去嘛 他还没有 这个RSI还没有转上去 OK 呃 即使说 真正要操作的话呢 才是要继续观察啊 继续观察 我认为呢 最要紧呢 是找等他找机会突破这个 这个颈线吧 也就是大概是4块钱嘛 帮这个给他5块钱啊 5块钱 要 要再次占回5块钱啊 这个很重要 他如果占回去5块钱的话 你可以看到了咯 一个 额 那我们就继续观察吧 也 现在就不要急 我觉得最好还是等到他突破5块钱的时候 再考虑要不要进场 OK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并没有让他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